4月3號了 要硬幹的時候 但是老天有點發生大地震 偶爾就是老天要救台灣的民主人 要來當六號委員必須要憲法以及公法的常識 不是只有法律常識 法律當然是 法律是憲法賦予我們六號委員 可以做法律抽象性的修改 可以做修改 所以但是要維持在憲法空間底下 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復國神山 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那今天我想民進黨所提的這個國會閹割法案 還有民進黨這個今天的所有的一個程序內容 我倒是有一個對民進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建議 為什麼呢 因為我非常喜歡引用民進黨過去的意識慣例 那先不講遠的啦 遠的民進黨什麼五分鐘停止討論 散會禁負惡毒 比比皆是 班班可考 那現在民進黨少數了 然後如果說今天提案停止討論 就是不民主 民進黨五分鐘停止討論就民主 國民黨今天覺得討論的差不多 停止討論就不民主 然後民進黨過去想要表決的案子 想要這個審的議案 禁負惡毒已經變成一個立法院的常態 在民進黨多數的時候 國民黨禁負惡毒就是這個犯天條大罪一樁 但是在這邊這些過去的種種 就先當過去死啦 但至少今天談到國會改革 國民黨率先提出國會改革法案 幾乎是這一次的會期一開議我們就提出來了 然後開議提出來之後 也受到社會廣泛的針對 國民黨提案的國會改革法案 有很多的討論 民進黨有很多的指教啦 大理上就一直講說 你的社會溝通不夠啊 大家對你的了解不夠啊 你的提案內容大家不清楚啊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討論的話 是不是資訊不夠詳細啊 結果我們就有一位非常民主的 我們的吳宗憲招委擔任主席的時候 哎呀民進黨的意見 他非常尊重 排了一場專報 就針對國民黨的這個 國會改革法案排一場專報 開了一場公聽會 還是不夠 結果我們的民進黨要求加開公聽會 這個要求提出來之後 吳宗憲招委覺得這個改革的非常好啊 所以呢馬上就延期兩個禮拜 本來都要進行逐條討論了 國民黨為了等民進黨 我們的版本等了兩個禮拜 就是讓中嘉賓委員有機會再多開兩場公聽會 對不對 三場公聽會再加上一場專案報告 當中嘉賓委員講說 這兩場公聽會 國民黨版本那個民進黨版本有討論 錯 那兩個版本 你在4月3號的吳宗憲召開的時候 民進黨版本根本沒出來 4月10號跟4月11號召開那兩場 民進黨版本還在覆議期 10號只列為參考資料 大家回去回看公聽會 都在講國民黨的 我建議很簡單啦 很簡單啦 民進黨用民進黨回力標打自己啦 既然溝通這麼重要 國會改革如此神聖 國民黨為了 應和民進黨的溝通重要 國會改革神聖 三場公聽會加一場專報 我也拜託民進黨我們主席 能不能從善如流啊 從民進黨之善如流啊 三場公聽會舉辦完 一場專報舉辦完之後再來審查 資訊充分比較重要啦 民進黨最民主 我們要效法民進黨 以上 立法院再一次啊 來上演啊 波奮大戰 我想今天一個國會議員 最基本的一個邏輯都講不清楚 如果 今天規範刑法 如果刑責過輕 我們應該去修的是刑法 有國家的法律來約束 而不是啊 在這裡啊 演猴戚啊 把立法院啊 當作一個秀場 這一次的花蓮的大地震 大家看到啊 執政黨有這麼多的立委 明帶 明帶 到災區去演 去耍猴戚 把災區當作秀場 我想今天啊 真的是不是時空錯亂 這是一個有尊嚴的國會 但是我們真的很悲哀 看到這些人啊 天天在這裡演 突然 突然 執政黨的明帶 突然發現啊 要尊重民意 我們實在覺得 非常非常的好笑 過去2016年 在野黨 提出了2000多個案子 為預算審查 民進黨可以一次 一包2000多個案子做表決 什麼時候尊重過民意 天天都在践踏民意 這個時候民意反撲了 他們只有40%雙少數的政府 突然在跟我們強調民意 今天的民意就是告訴你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一個執政黨 執政的八年以後 竟然對自己完全沒有信心 看看 現在要修的 什麼二等清 還有多少助理秘書 通通要納入綠色恐怖的範疇 這個國家還有自由嗎 連國會議員出門 都要跟這個民進黨政府來報備 要讓民進黨的行政權 來監督立法權 這個真的是荒天下之大吉的大笑話 還可以用行政權 來監督國會立法權 我想執政黨的立委 要把自己閹割 我們完全沒有意見 但是不要践踏在野黨 今天最基本的一個國會的尊嚴 在這裡蕩然無存 這種會還要開 應該你們要去修刑法 不管是洩滅也好 不管是各種不當行為也好 你們都會加重其刑 而不是在這裡下溪下景 自己演這些猴戲 要強迫大家來看 真的是丟人現眼 這就是今天的民進黨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立法院行為法 跟立法院議事規則 處理的是性騷 處理的是利益衝突迴避 處理的是秘密會議 設命人員到其他地區 是否要參考 向監察院的辦法進行管制 這樣討論 不過很可惜的 因為今天還是在經過程序發言的 相關的交鋒之後 我們沒有辦法去進行 大體討論跟逐條審查 那目前呢 主席來這邊收到 有傅崑崎委員等人 提三會通議 那請宣讀 提案依三會通議 針對本日會議 5月6日議程 建請依立法院 議事規則第26條 第57條規定 提議三會是否有當敬請公絕 提案人委員林思敏 傅崑崎 翁小玲 吳宗憲 羅志強 謝龍介 宣讀完畢 好 那麼請問有意義 有意義齁 那現在進行表決 表決前先清點在場出席委員人數 在場出席委員 11人不喊主席 現在開始表決 表決安心嗎 贊成者請舉手 贊成者6位請放下 反對者請舉手 反對者5位請放下 表決結果在場出席委員11人不喊主席 贊成者6人反對者5人 三位同意贊成者多數通過 你讓我們就背了啦 好 本社會議進行到此 討論事項所列議案 軍令定期 不運動阿把 什麼民主啊 現在三位 謝謝大家 吳文綺 你得意笑得久一點好不好 阿把啦